7月4日,比亚迪举行泰国工厂进攻仪式 泰国工厂是比亚迪全支投建的首个海外承用车工厂 年产能15万辆 生产车型主要销售至泰国本土以及周边东盟国家 比亚迪泰国工厂包含整车四大工艺和零部件工厂 达产后可提供约1万多人的就业纲位 项目重开工度投产仅历时16个月 创造了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的最快投产纪录 未来比亚迪将在泰国推出更多的纯电动车型 并引入插电运动车型 实现当地语系化的生产